文章来源后杀月光 机构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任何交易都适用于制裁 表面上看 该法案目的是为了切断伊朗石油交易的资金来源 但实际上它就是针对中国的 第二天 耶伦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时透露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以前曾采取过行动 通过削弱伊朗出口石油的能力来遏制伊朗破坏稳定的行为 很明显 伊朗还在继续出口一些石油 也许我们还能做得更多 耶伦身边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我们将与全球所有主要供应商进行对话 这包括G7成员国 包括中国 所有这些国家都必须发挥作用 限制伊朗获得用于制造武器的资金的能力 不管耶伦团队如何掩饰 都表明是美国有求于中国 想求中国停止对伊朗的石油进口 2003年 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 伊朗就一直是中国主要的石油供应国之一 伊朗石油约占中国进口石油总量的7%至10% 反过来 中国则是伊朗石油最重要买家 通过中伊石油交易 中国加强了自己的能源安全来源多元化 伊朗得到了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伊朗由于遵守了伊朗核协议 并没有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制裁 因此 中伊石油是两国之间的事 与其他国家无关 也轮不到其他国家七嘴八舌 但美国却很想看到中国中断与伊朗石油贸易 美国心里想说的是 求求你 帮帮我 捅自己一刀 帮帮我 帮帮我 美国跟伊朗的恩恩怨怨 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美国又不是中国的儿子 凭什么让中国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帮助你 俗话说 求人得有个求人的样子 该低头就得低头 该装孙子就得装孙子 但美国从来不是这样 他总是喜欢用很强硬的口气求人 甚至是持刀求人 与耶伦的拐弯抹角相比 美国国会这帮政客 就是在扮演持刀求人的角色 2023年 伊朗中国能源制裁法案里面的内容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 网上有些人经常暗示中国可以拿伊朗跟美国交易 说美国从不是中国的敌人 不妨妥协一下 如果让美国这种无赖行径得逞 接下来会怎么样 美国可不是因为你让步就收手的国家 而是会得寸进尺 下次美国就会要求中国不得采购委内瑞拉石油 不得采购苏丹石油 不得采购安格拉石油 不得采购伊拉克石油 不得采购俄罗斯石油 如果中国只剩下一两个国家可以采购石油 那将是什么样的价格 什么样的代价 而美国的理由可以一再地复制粘贴 中国的资金将会帮助某国发展军事力量 这是想要彻底打断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工业发展 预置中国于死地 中国本身的石油储量满足不了中国发展的需要 除非中国想回到农业时代 中国必须确保自身的能源安全 这是最基本的国家安全战略之一 如果翻开地图的话 就会发现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石油生产国 都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 美国除外 这绝不是偶然的 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家利益 除此之外 中国还在大力发展海军力量 以震慑那些企图破坏中国海上能源线的邪恶势力 也就是说 中国加强与柴油国贸易关系 与中国加强海军力量 都是为了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 中国越强大 那些柴油国就越安全 他们摆脱美国控制的信心 也就越强 而美国霸权的最重要基石之一 就是石油 美元 华尔街体系 一旦柴油国纷纷想着脱离美元结算体系 美元怎么办 美国怎么办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因此 美国政客搞出这种预制中国与死地的法案 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的通俗一点 美国就像地球村里的黑社会一样 他看一家有品店不顺言 自己又不敢上门去打 就逼着村里的家家户户 都不准买这家店的东西 否则 谁买就跟谁闹 黑社会要是整垮了这家有品店 以后其他有品店都得乖乖听他的 美国管制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美国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美国也不想跟谁讲道理 他就是要伊朗陷入经济崩溃 社会动荡 政权垮台的境地 如果伊朗真到了绝境 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将席卷中东 后果如何 大家都能想得到 所以说 中国与伊朗保持正常的能源贸易 在很大程度上 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稳定器 是佛新来的 美国一方面杀气腾腾地威胁伊朗 一方面对其他国家脸哄带下 想借别人的刀去杀掉伊朗 自己坐受渔翁之力 美国在伊朗石油问题上 之所以围着中国做文章 是因为他自己不敢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朗 1979年 自德黑兰变天以来 美伊由盟友变成死敌 卡特 老布什 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 特朗普等历届政府 有哪个不想掐死伊朗 但又有哪个敢对伊朗动武 拜登也一样 而另一个产由大国伊拉克 从1991年海湾战争 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 美国都是说打就打 但对于伊朗 五角大楼 无论进行多少次兵器推演 结论都是得不偿失 原因是 美国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摧毁萨达姆政权 等于是壮大了伊朗 及什叶派的力量 于是 美国想用经济缴锁 慢慢地缴死伊朗 让伊朗石油出口归零 外汇逐渐枯竭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就非常需要中国的帮忙 俄罗斯的帮忙倒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俄罗斯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伊朗 但在石油经济方面 是伊朗的竞争对手 不过 很抱歉 中国帮不了美国这个忙 中国这些年来 该采购的石油 该投资的油田 都在按计划进行 这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大国的作风 看看亚洲的能源苹果日本 唯唯诺诺将能源生命线交给美国控制 还能有比这更卑贱的存在吗 说好听点 日本这叫务实 实际上就是奴仆 如果有一天 中国能掐死日本的能源生命线呢 日本就得换主人 美国整伊朗 明明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多重利益 却到处宣传这是为了民主 自由 人权 沙特 卡塔尔 阿联酋 科威科都是君主制国家 都是标准的封建加神权的体制 美国不照样笑脸相迎 伊拉克 叙利亚 埃及 突尼斯 也门 伊朗 都是共和制国家 美国却想要毁掉他们 这算是哪门子的民主 自由 人权 美国整人的标准清清楚楚 一切皆从美国利益出发 因此 那些在网上为美国打击伊朗邦乡的亲美人士 本质上就是在为美国利益服务 而不是中国 美国搞事情 还有一条标准 美国利益高于一切 在美国政客眼中 中国利益在美国利益之下 这就是美国国会推出2023年伊朗中国能源制裁法案的逻辑 然而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其实 美国政客们的胆子还是太小了 他们完全可以再大胆一点 直接通过一步 禁止中国人吃饭法案 不就完了 多爽啊 一步到位 伊朗问题以及中东问题 绝不会按照美国制定的路线图发展 中国右双弱拙会令美国失望 令美国担忧 令美国不安 美国对伊朗都不敢动武 还拿什么来吓唬中国 到最后 美国建拿中国没办法 又会给自己找台阶 宣布给中国采购伊朗石油的豁免机 2019年 美国就是这么干的 然后 国会又制定新的法案 针对中国 然而 美国的法案 再多又能怎么样 如果法案有用 要东风快递干什么 如果法案有用 要航空母舰干什么 如果法案有用 要原子弹清弹干什么 接下来 美国无论想跟中国文斗还是武斗 尽管放马过来好了 中国人民不是下大的 所以我们下线的 我们下线的 一定是会有没有 我们下线的 为了 使用 没有 我们下线的